那么最近呢大家看到薄熙来当时在两会期间里头的一番谈话 谈话中他谈到了有人在我头上泼脏水 这是薄熙来在当时王立军事件之后对中央最强烈的反击 我们的记者在现场观察入围 告诉你一个外界都没有跟你说的秘密 事实上薄熙来180分钟的整体重庆团的开放采访里头 总共分成两段 前面的时候薄熙来谈话还稳扎稳打 顶多是讲讲均负的道理 但是呢中间突然有一段 他的秘书通知他说有一通电话 薄熙来接了这通电话之后 他在出去之前他说这个请黄积帆市长帮我接待一下 我们也延长一段时间 可是接完电话回来以后 薄熙来完全坐下来 发表了他最激烈的言论 也导致了今天这个中国中共的中央 决定对薄熙来进行全面的批斗 把他等同为文革的集团 并且导致了最近一系列以来 关于在网络上头甚至是薄熙来亲信家属的全面贪腐调查 戒备森严的人民大会堂宾馆 是重庆人大代表团的驻地 时间回到3月3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贺国强前来探视 作为前重庆市委书记 贺国强的到访其实很平常 但他又是中共中央纪委书记 这个身份难免让外界做文章 而且政治局排名第八的中央领导行程 却没有在官方新华社和中央台放送 一切不寻常的诡异 还有贺国强问候薄熙来的一句话 北京的天气和重庆差很大 北京气温的提醒贺国强这话中有话 如见直入薄熙来的心 但他的确离开北京有段时间 全国人大在3月8号的全体会议 原本该坐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柴后 旁边的薄熙来竟意外的缺席 对外界的疑惑 重庆团开放日上薄熙来有问必答 谈王立军事件他切割关系 谈话还算中规中矩 直到他的秘书前来通知 我有一个紧急的电话 他们要跟我通过话 这边请这个我马上就回来 请这个七番先答 我还建议咱们这个会 如果大家记得没有什么特别着急的事 咱们还可以延长15分钟好不好 一通神秘的电话 让薄熙来离开会场五分多钟 在回来时已经准备了讲告 这个今天啊 这个我还想跟大家再讲一两句 话题不再只是王立军 薄熙来一反之前的温和 开始他的危险言论 打黑除恶 我有思想准备 是要触及一些人的利益 是会触及一些人的利益 是会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的 而且已经形成黑恶集团的这些人 社会联系还蛮广泛的 是有舆论能力的 我们敢于打黑 也就是说呀 像古人讲的感同恶鬼 争刀下不像霸王让寸分 就是要有这种精神 在此呢 你比如说 也有不少人给重庆泼脏水 包括给我本人给家庭泼脏水 甚至 说到我儿子在外边学习 怎么开红色法拉利 一派胡言 我感到非常气愤 一派胡言 是什么样的神秘电话 是有高人指点还是招人激怒 最后导致薄熙来全面反扑 和他所谓的黑恶集团正面对决 没有人知道薄熙来当时接收到什么指令 但以今时回想当日那一刻 薄熙来或许未料到 接下来竟是适得其反的结果